今天哈登的下场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之前连续四场不是英雄 拉了一场之前的功劳就被全部清零 赛后评分只有5.2 截止到我去看之前 有52.7%的人给他打了一行 各种嘲讽的言语段子 那是成熟不穷 连带地的球迷都能来喷一手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恩比德季后赛这个表现 一犯三疑 怎么好意思的 还有一些老总哥在那里刷 你不知道哈登什么时候会拉 但你知道他肯定会拉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我的一个经典论断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你比方说体积名书斯蒂芬 附加赛大战国王两助攻65 带着联盟第一色使最豪振直接出局 结果舆论上反而占了便宜 当然了 这跟艾库给力也确实有关系 但这就是典型的不做不错 而事实上詹姆斯哈登 今年季后赛的表现如何呢 可以说他是联盟最佳后场之一 但就今年季后赛的表现而言 爱德华斯哈登冬季奇 布伦森马克西 这五个人就是我认为的后场最佳 哪怕是今天只得到七分 哈登一二次快战队的季后赛得分王 并且是遥遥领先 比第二名的乔治多了2.4分 同时也是球队的助攻王和盖茂王 他们和顶级豪强独行侠 打成了2比3的局面 多嘴说一句独行侠 这绝对是一支真冠级的好强 东欧组合就是最擅长打季后赛的狠人 属于反向提起名书 越是要命的时刻 他们越是可怕 面对这么强的球队 快转也是骚落下风而已 要知道 这一切可是建立在球队当家球星 也就是普遍所说的老大不打的基础上做到的 斯文这种情况 你让联盟其他二把手出来试试 谁能做到 哈登做的已经好到不能站好了 无论队友是谁 他都能带兄弟们打出竞争力 职业生涯成为缺席季后赛 16年以后成为在首轮遭遇淘汰 并且生涯成为被对手横扫 这就是詹姆斯哈登的保底能力 想提起名中斯蒂芬 15年职业生涯便斩获了六调王的殊荣 队友不行 从来打不进季球赛 生涯钓鱼率高达40% 不做不错的典型人代表 而劳心劳神 苦撑球队的哈登 他反而没了饭处的空间 只要有一场比赛打得不好 迎接他的就是腥风血雨 什么都不做的人 反而能够享受岁月静好